信義區槓子寮山區 一夜之間大走山 連向方的教宗公園 超過一半的地方都被掩埋 現場附近工程持續的進行 雖然邊坡暫時用鋼板固定柱 但旁邊堆放挖起來的 營建廢棄物 有布袋水管 而這些非法掩埋的廢棄物 經過基隆地檢署偵查終結 將非法掩埋的正姓男子 依法提起公訴 基隆地檢署假官 日前偵辦槓子寮走山事件 於日前偵查終結起訴 正姓男子為有副工程公司之負責人 明知本案的土地屬於山坡地 禁故宮開挖 然後挖出一個大洞之後 清倒營業廢棄物 總面積高達327.7平方公尺 假官經調查之後 一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四款 認非法清理廢棄物 最嫌依法提起公訴 最新男子沒有擬據水土保值計畫 向市府申請同意 就非法開挖 事後也沒有任何的水保設施 二月因為一場大雨 導致山頂土石滑落 涉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而金融地檢署從109年 就發現有違法施政 那就本案 假官是從109年就開始在追查 那109年8月間 我們也曾經到現場去旅刊過 那一直在追查 那日前徵結起訴 從空拍的角度來看 整個山頭剩下一個山凹 光吐吐一片 面對即將到來的防汛期 金融市議員何淑平 韓世玉擔心大雨會再造成二次攤坊 那現在已經要進入防汛期及颱風期 我怕第二次造成第二次的這個災害 來造成大量的雨量來造成土石流 那第三點 我要建議市政府在這個 因為我們基隆市95%都是山坡地 在這個有很多土石液探方的地方 應該裝設土石流監視器 不僅是我們槓子寮路這邊 基隆市各三區都建議來設置土石流監視器 我們現在目前槓子寮的山坡的話 將近有6萬地方液的這個土發命態 那整個都是流失的狀態 那現在呢也是煤雨季 海風季的來臨 那市域呢也一直在 我們催促我們市政府要盡速的 恢復我們整體邊坡的安全 雖然地檢署查明走山原因是人禍 現場也在進行災後復健 但6萬4千地方的土石流失 現場要恢復綠油油的山頭 復健工程恐怕是一條漫漫長路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有很順暴 ming 是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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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